Yo! What's up? 大家好! 終於剛剛下班了 今天下班之後我就去拍酒吧 沒錯!Ken又在酒吧又回來了 我今天會去哪一間酒吧 就是今年剛剛拿了亞洲五十大 No.3的Core 我們首先就看看它的位置在哪裏 明白嗎? 對! 我現在又去了一間酒 來拍酒 我來拍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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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嘩 我好累啊 都走一段路程 好氣 到尾了 又是樓梯 為什麼 為什麼我每次都遇到樓梯 樓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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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嘩 撐不住 走到過了龍都不知道 來到了 Core 進去了 好熱啊 由於是熱到爆 所以剛剛梁台灣的時候 我買了38度 進去了 所以那位同事說 喂 你先喝杯冰水 先喝杯冰水 我現在坐在這個片 在那裡等 都挺舒服 對 去拍攝 其實這個封面呢 你一進來就看到龍舌蘭的女神 叫Maya Kud 是一個神話的女神 傳說呢 本身是一個天神 後來就被人打入了飯間 打到什麼 飯間 噢 飯間 然後呢 然後呢 他生出來的那些植物 就變成龍舌蘭 後來呢 這件事就被墨西哥人 去做一個耕種的一個方式 去維持 可能維持他們的生計 那樣 後來他就張龍舌蘭 即是那些墨西哥人 張龍舌蘭的這件事就 做了一個神話出來 一個女神去 帶到這個生活的農作物給他們 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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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oa其實是有一個意思的 Coa Koa這個字其實是一個工具 一個橙來的 那他畫一些AGAVE 即是中文是龍舌蘭 那畫這個AGAVE的龍舌蘭 其實他都做很多不同的酒 例如有Tequila Mescal 還有一些冷碗的AGAVE 可能叫做Rycea 這一類龍舌蘭 來做的酒 我們這個酒吧 主要是玩這一類的酒 你看看我們的 Display 這一邊通常都是Mescal 那邊通常都是Tequila 我們都有其他不同的Spirit Gina Watma 都會有幾份的Quartel menu 由上至下是Light到龍 通常都是用Tequila 和Mescal去做的 這一款是你會在其他酒吧 未必會見得到的 就是用龍舌蘭做的酒 的Menu 酒吧的Concept 和我們的Mescal 是Based on According to 不同品種的龍舌蘭去排的 亦都可以說回 Tekila Mescal的產地 這一類的資訊 有興趣的朋友 就可以來Coa 自己親身看一看這個Menu 我接下來就做一杯 我們其中一個 Best-selling的Drink 叫做Ancho High-Ball 顧名思義是一個High-Ball Drink 而Ancho其實是一個 墨西哥的Dry Chili 我們就用了這一隻 比較出名的Chili L'Aquill 叫做Ancho Weas 還有這一杯Cocktail的底 我們用了一個華莓的Tekila 我們自己Infuse 最後我們加了自己一個 自己做的青蘋果的梳打 我們會去街市採購一些 新鮮的青蘋果 然後我們炸汁 炸汁之後它有很多渣 我們會加了Ancy 叫Patinix 去Bick down那些果膠 令到它分化一點 最後再放在一個離心機上 將這個蘋果汁隔得很清 比較偏向自己 使用自己切的冰 給點檸檬的Citrus 給點檸檬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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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用一塊自然的醃 叫做Nastatio 叫做Nastatio 這樣是可以食用的 可以食用的 試飲品 Ancho High Ball 哇 這個蘋果汁跟剛才那一瓶 有些辣椒的甜酒 夾得不得了 酸酸辣辣鹹鹹 非常不開胃 正 然後那個蘋果汁呢 你覺得又新鮮又舒服 又透徹的感覺 推介清爽 快快喝完快快第二杯 超爽的 多寂寞 讓我一個人 他們又不陪我來 不過也不錯 單脫可以跟 Bartender朋友聊聊天 我們要接近 我們來看 過年 這個人 我們會來看 重量 海浜 海浜 你會在接近 的 海浜 所以 你會得到 看到 被人 site 第一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X Yay. Thank you.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了,第二杯,我試這個PAPPER's MATCH 黃燈籠椒,紫蘇 還有Control Harapeno,菠蘿 剛才Robin說加了Citrate Acid 把酸度拉到跟檸檬一樣 但就好像變成菠蘿的酸味 試試 Acer Best No.3 真的不是浪得虛名 好喝 紫蘇 你會覺得比較酸的菠蘿的味道 很清爽舒服 都是有一些Alaway Spirit的類型方式 那個黃椒和菠蘿,還有一些蜂蜜 有些泡泡的感覺 哎呀,不要這樣 好喝啊 因為要出來喝東西多 就發覺自己的廟少 努力學習 努力學習 這一杯是Coconut Milk Punch 其實是一個Curfer 你聽到Milk Punch 你聽到有奶但其實它是不Milky 它是完全清淡的,Curfer 那怎樣做呢? Curfer的Milk Punch 會用到的幾樣東西 有Rum 有些Spice 有些Lemon Juice Citrus 還有會有一點Spice 加起來 但是最後Curfer的就會叫Milk Punch 我們這一杯都是Rum 然後裡面有些咖啡 然後有些Cardamom 即是豆蔻 然後有新鮮咖啡豆 我們加上咖啡豆 我們加上咖啡豆和Cardamom 然後有Palmarine Palmarine就是泰國的一種Spice 叫羅王子 然後有些Pine Food 加上少許Fruity 還有Dry Sherry 我們將所有東西混在一起之後 我們再加些椰奶 Coconut Milk 加了下去的時候 奶其實遇到酸的時候 奶就會凝固 凝固到一塊塊的 例如奶加檸檬汁 就會凝固到一塊塊的 那些東西 我們用芝士咖啡 或者Filder Paper 全部隔出來 過濾 對 像這樣去過濾 慢慢滴出來 最後就會變得很清 但是這個過程 由於我們用了Coconut Milk 它會留了少少Coconut的香氣 所以你喝起來是有少少熱帶風味 Coconut的感覺 而Coconut和咖啡其實都很配合 而這個過程呢 其實有個名字叫做Milk Washing 是一個Curve-Fi的一個Poset來的 如果我喝得到 我喝完完 真的 臨尾這個呢 用了Coconut Milk 去做一個Milk Put 有些咖啡味 菠蘿米 接著Tamarin 這個真的 沒得輸 然後剛才那杯紫蘇 酸酸的味道 我都喜歡 接著還有第一杯 這個蘋果辣的味道 鹹鹹地 它又是真的很沒得定 早點來 夜點 好多人 超推薦 好了 這個時候要埋單 這個時候 真的沒得定 走了 埋完單 走到樓梯 看看會不會跌 應該沒事的 真的很大條樓梯 那呢 Cent遊酒吧 又到這裏了 這間是我超心水推介的酒吧 希望大家喜歡 那 如果你去完Core 有哪一杯Cocktail喜歡的 留言告訴我們 又或者 你想我們去哪一間酒吧 又告訴我們 今集 就到這裏了 下集再見 拜拜